所达及刊部 不要为这些放弃来世的解脱 当今有些异家之主认为 我千万得要长久住世 如果有个三长两短 那么我的家人会挨饿受冻而死 或者被怨敌所毁 或者被大水溺死 因为现在他们所拥有的财产和幸福 等等一切的一切 全部是依靠我才得到的 所以他们绝不能没有我 有些住持也觉得 我可不能离开人世 不然天就垮下来了 到时弟子们该怎么办啊 可是这些人去世以后 他们的亲人眷属将其尸体火化 或投到水中 或者丢到尸陀林 随便哭几声便心安理得了 世间上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有些人没有死之前 觉得在家里举足轻重 不可缺少 然而他死了以后 别人照样过生活 因此你们活着的时候 不要为了某些人 而把修行全部放下 全部舍弃 有些人经常说 我不能出家 否则我家人该怎么办呢 或说我没时间学佛法 因为家里的重大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承办 许多人都有这种顾虑 其实你终有一天会离开 不可能永远跟着他们 没有你 他们也不会活不下去 所以你在没死之前 应该选择最好的道路 不要为这些人放弃来世的解脱 人在死亡之时 诚如前面所说 就像从苏油中抽出一根毛一样 只有自己截然一身 孤独无助地漂泊在中阴界 当时所能依靠的唯有正法 不知你们想过没有 死亡其实并不遥远 就在我们每个人面前等着 而它一旦降临 弃情世界的一切事物 我们都要统统抛弃 唯有随业力漂泊在轮回中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 也是非常重大的事 现在很多人对死字提都不敢提 其实这种汇集机的心态 并不可取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 此时出了佛法 没有任何依靠处 因为生生世是跟着我们的 只有善业和恶业 诚如得失请问经中所言 父母兄弟妻 仆财倦属众 死后无跟随 诸夜随其后 我们死的时候 父母不能跟随 兄弟妻儿不能随后 仆人 财产 眷属等 更不能带走 就算是真爱了一辈子的身体 也要万般不舍地留在人间 那么 唯一跟随自己的是什么 就是生前所造的夜 哪怕念一句观音心咒 做一件善事 也会像身影一样 始终跟着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